来到Sample Paper的第31条 这条有些同学可能会想乱数 乱数是可以的,然后题目按机,逐个大目按机 尤其是对于一些底部很弱的同学 但是正常的同学,如果你是4或以上 我建议你做的时候,如果你不是太慢的话 用一些正宗的方法 因为现在的趋势就是 我现在拍片是2022年,他就很着重这个概念 即是你尽量识不数,或者用 Kalge的旁门左脑的方法,现在开始 不是太着数 这条有一个重点概念就是 你要知道A-B的认次 其实就等于B-A的认次 你不相信自己展开就看到了 推而讲之,其实这个次方 就不一定是2次方 4次方,6次方,8次方,只要双数 就会发生这件事 即是A-B的N次 等于B-A的N次 就是A-B 如果A-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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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会双数 就是A-B 双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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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-B 就是A-B A-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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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-B